大家好,我們這一組的Final Project的主題是Mortigrid Solver on CUDA 那首先呢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Outline 那首先我們先介紹這個主題的Motivation 那接下來會簡介Mortigrid Solver 以及我們將Mortigrid Solver 套用到Personne Image Editing上的結果 然後會介紹General的Mortigrid Solver中的一些關鍵運算 也就是General的Dracobi Iteration 那最後會介紹我們Solver的架構 以及一些Future Work 好,首先是我們的Motivation 那這次的題目是由焦大的吳經典教授所提供跟指導 那吳教授的實驗室呢主要是研究一些 數值方法、流體模擬、3D掃拿等領域 那其實這些領域大多都會用到 就是大量的結線性系統的Solver 因此希望我們能用CUDA來寫一個 General Purpose的Mortigrid Solver 那這個Solver其中的一個應用 其實就是能用在3D掃描點的表面重建上 也就是Personal Surface Reconstruction 像右邊這個圖一樣 好 那首先呢我先介紹一下 有關Mortigrid Solver的一些運算 那Mortigrid Solver呢其實就是要解一個 D2的Solution 一個線性系統 那就像我們可以用Giacobby Iteration解一樣 Mortigrid Solver首先也是先經過 一段的Giacobby Iteration 那不過呢它在這裡它不收斂到完整 它收斂到一半之後呢它去計算Recedure 然後進行Down sample 也就是變到左下角那邊這樣 然後呢再進行一次Giacobby Iteration 這時候我們算出來的其實就是 代表我們一開始沒收斂完全的差 還差多少 所以呢我們將這個V'Upsample回來之後 我們加回去原本收斂到一半的結果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更收斂的X 那再經過一些Pose的Iteration 我們就可以得到完全收斂的結果 那這就是簡單的Mortigrid Solver的一個演算法 好 那在我們實作General Purpose MultiGrid Solver之前 吳教授是希望我們能先寫一個Mortigrid Solver的應用 來確保我們了解Solver的運作 因此我們選擇了Person Image Editing 那可以看到底下這就是我們做Person Image Editing 的Mortigrid Solver版本的結果 那可以看到我們隨著Layer的增加 Times會下降沒錯 不過到了一定的深度之後 時間的下降就沒有這麼多了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像我們的Layer呢 只會影響到它前一個Layer的Iteration數 所以呢隨著我們的Layer增加 我們就是可以造成對整個時間造成的影響就會變少 所以就會造成邊際效應的產生 所以大概從三個Layer之後 效果就不是很明顯 那這是我們在Person Image Editing上做Mortigrid Solver的結果 那在完成Person Image Editing的Mortigrid Solver之後 我們直接實作General Purpose的Mortigrid Solver 那首先要先介紹的就是 General的Jacobe Iteration到底要怎麼表示 那可以看到 Jacobe Iteration就是要解底下這種線音系統 AU等於F這種線音系統 那其實我們可以將A這個Mature拆成三個Mature 一個Diagonal 一個上三角 一個下三角 那經過一些 位置的調換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Jacobe Iteration的General Form 長得像最下面這條式子一樣 那重點是這個 這條式子中只有一些矩陣跟向量的加法乘法 就可以完成Jacobe Iteration了 好 接下來簡介一下我們Solver的Hierarchy 那基本上我們Solver總共分了五層 那最底下就是要存我們的Data 像是A啊 MetricA啊 VectorX跟F之類的這些東西 那再往上一點我們會去定義 我們的DownSampleRSample的Function 以及我們Relax就是Jacobe Iteration 那在最上面呢 我們會去Assign這些A跟F 也就是我們一些這些已知的值 我們會這樣Assign進去 那這就是我們整個Solver簡單的Hierarchy的架構 那當然我們也包括了 許多其他的必要的Class 像是說我們有 MetricLatter的這些運算 那我們都用GPU來加速 那我們Assample、DownSample、Jacobe Iteration 也全部都用GPU來進行加速 所以呢 這是我們其他一些重要的運算 好 那最後 講一下我們的Future Work 那 首先在我們實作MetricSolver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其實這個效率並沒有我們想要做好 原因是因為我們認為 我們有太多的CPU、GPU的Transaction Memory的Transaction 這會造成我們的速度降低 那另外我還有發現一個問題是 在GF的MT裡面 那個MetricA其實是會 隨著你問題大小平方的成長 所以它漲得非常快 就是問題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後 我們就沒辦法放入我們的 記憶體中做運算 那關於這點我們有想一些方法 像是Rung Lens Coding之類的方式來壓縮 那這點會放在我們的Future Work裡面 那另外是有關Personal Service Reconstruction的部分 那這部分 由於就是在進到Personal Service Reconstruction中的Personal Equation之前 我們必須先經過一連串的Data Processing 包括我們要先建立Arctree 然後我們要先算出每一個Voxel的Vector Fill 那這一點呢 我們和交達那邊負責的同學 其實都還不會死做 所以呢 就是還沒辦法將Solver套到Personal Service Reconstruction上面去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Future Work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報告 謝謝大家